大家好,欢迎回到反书歌训练营 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为什么学习反而变得更加困难 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想告诉大家或者分享给大家 如何开启正确的学习的道路 在当下这个自媒体横行的时代 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该何去何从 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个事情 有一个词语叫做韭菜 这个词语来形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 或者说叫投资小白 这是我们最近常听到的形容初级投资者的两个词语 这两个词语都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 第一 它明确的给了你一个心理暗示 就是你是被割的 你就是什么都不懂 那无非给了你两种心理状态 一种是亏钱是应该的 因为我就是韭菜 那这里形成个悖论 你既然是韭菜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第二点就是我是小白 我不懂 你得告诉我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懂 反而会变得如此理直气壮 在自媒体时代 我们先说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以前我们想学一个问题 搞清楚一个概念 学习一个系统 非常非常的困难 全部都要靠自己去读书 钻研 甚至研究 真正遇到能帮助你的人非常少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 或自媒体时代 尤其是现在 如果行情不好的话 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去吸引你 那么你可以轻松的 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资源 不管是知识 不管是分析 都有人给你做了 其实从学习的角度来说 这些资源可以让你 更快速的理解很多概念 去理解很多知识 不管是在谷歌的搜索引擎 还是在YouTube上的视频 它意味着我们学习的路径变得很短 我们学习的方法变得更简单 我们获得别人的经验 也相对容易 但我们又想到一个问题 炒股到底是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其实并不难 炒股的核心 其实10%是一种技术 形态 指标 或者你认知到了以后 你可能就会做定投 它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80%到90%的学习 自己要克服的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人性的弱点 人性中的情绪 其实呢 变富并不难 只是没有人愿意慢慢变富 大家都想发大财 发横财 赚快钱 不仅要赚钱 还不能亏一点钱 那让大家学习 那是更不可能的 这就是给了我们很多自媒体 发挥的空间 由于大多数人 不愿意踏踏实实学习看书 我们平常都以娱乐的心态 去学习这些自媒体 看自媒体 那么自己本人 我本人 也是做自媒体 如果我不做 你也看不到这期视频了 我自己非常清楚 获得流量的密码 他不是说 如何帮助你的话 而是一定要找到 当下热门的话题 讲你可能喜欢听的 讲你爱听的话 索罗斯有本书啊 叫做 金融链金术 其中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市场的反噬性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人在金融市场中 都是错误的 人性 人性的愚蠢 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自私 时时刻刻 迫使你 走向 狂热 或走向悲观 这种情绪 这么多年了 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自媒体时代 为了流量 一定要说 你想听的 这样的话呢 会让我们的狂热的状态 推升的更加狂热 而恐惧的状态呢 会推荐的更加恐惧 大多数人 包括我也是 我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人性 就是 情绪的扩大化 和简单思考 我们很容易愿意去接受一种简单的 比如说 我为什么亏钱 就是花街割韭菜 中概股就是割韭菜的 谁是谁是割韭菜的 到处都是割韭菜 这种简单的逻辑 扣帽子式的讲解 或者说 谁是谁 这是渣男 这种简单的分析 大家听起来很有意思 很喜欢听 或者是马后炮 说我多准 然后呢 我能多快速的赚几倍几倍 大家吸引大家 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因为人的弱点 就是喜欢简单 喜欢快速 喜欢金钱 这是我们人本身的弱点 而得到的 所以我自己呢 非常的 感受非常深刻 那么列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一年前的时候 我们去看YouTube 你找一年前 搜PLTR Palantir这个公司 大家看到这些题目 500块钱 150块钱 那么现在股价多少钱呢 不到10块钱的时候 你再搜这家公司 2块5 说这些话的人 他们在分享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们不会考虑损失的是你的金钱 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流量 流量的密码 扩大影响力 后面 当然影响力后面 可以是因为自媒体赚钱 或者说后面有更多别的目的 但是在市场中 真正把钱投进去 而畅想幻想着所谓500块钱 和150块钱一股的时候 这个时候 亏钱的是你的口袋 你的钱口袋变少了 那么当我又可以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疯狂的讲两块 一块 喊呗 那么这个时候 恐惧的 割肉的 也是你 最终被市场淘汰 是绝大多数人的宿命 然而被淘汰的时候 你的金钱 你的积蓄 你的健康 你的状态 你的家庭 无一例外 都要被这些所坑害 那么股市 就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坑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进这个坑之前 首先想清楚 你做好对抗 你人性弱点的准备了吗 如果答案是没有的 您就是来发财的 赶紧转身回去 这里比赌场还要残酷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确的学习路径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 你应该端正心态 至少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 绝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 因为你的对手盘是华尔街的基金 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如果有简单的操盘 就可以让你赚到大钱 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赚到大钱呢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这么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怎么可能有效呢 所以要有一个简单的心态 就是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吃胖子 也不可能一口气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方法 股市的四个因素 知识操作经验 这些占10% 也就是30% 整体上是靠这些 而70%是修炼人性的过程 这就像一个修行 你的目标不是成为被最多经文 或最了解经书的人 而是成为真正理解人性 对抗人性的智者 上百年的金融市场 我们知道 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因为人性难改 历史上是这些大家 不管是利弗摩尔 格雷厄姆 巴菲特 索罗斯 罗杰斯 再到达里奥 禅师 他们把他们的经验 想法 其实都传授给我们了 我们要做的 就是站在聚人的肩膀上 学习他们的心法 学习他们的技术 学习他们的经验 只不过问题是 没有人现在再愿意看书了 曾经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看书为开始 开启了我们学习的过程 而现在这个时代呢 看视频 一个小时的视频 大多数人看不下去 那最后呢 30分钟视频看不下去 抖音的视频出现 变成了只能看几分钟的 YouTube的视频是越做越短 最后都压缩在10分钟左右了 这难道不是可悲的一件事情吗 当你只能看几分钟 几十秒的视频的时候 你又如何能妄想自己掌握一门知识 你又如何能妄想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大家首先要知道的是 路已经铺好了 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但你真的愿不愿意 撸起胳膊 撸起袖子 走下去呢 第三我们要讲的是 这是个白领和蓝领的思维集合的职业 你需要有白领一样的思想 创造性 合作性 又有教人精神 能把简单的 无聊的事情做好 把简单的事情学复杂 再把复杂的事情学简单 像一个蓝领一样去操作 不执迷于预测 点位 人性 耐下心来 坦坦实实 做好每一笔交易 那第四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 没有任何一个意外 所有的交易员 优秀的交易员 全都有极强的自我反省能力 无时不刻地在有自我反省 因为市场的潮流就像海浪一样 它就像自然一样 它是不可产生的 或者是不可抗拒的 如何能真正的知道顺势 如何能真正的自我反省 如果你不知道自我反省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渺小 你如何获得真正的进步 最后呢 降低你的预期 不要认为说 这是个短暂的旅程 这是非常非常长的旅程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帮你一把 反受过训练营的创建 的目的不是让你快速地掌握这些知识 恰恰相反 是告诉你 这条路很长 我们能做到的 无非就是拉你一把 真正想把这条路走下去 永远只有靠自己 所以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 希望对您以后的学习有所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 也希望您能知道 这不是一个简单发财的事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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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